幫助了哪類病人 我自己現時看到的就是 正環也說過 幫助我們去解釋一些受精問題 譬如,如果一對夫婦在臨床方面 即是在一個輔助生育的時間 是發覺受精有問題的 我們可以看看卵子上是否SLEX少了 這其實是我們計劃中的研究 或者精子上是否SLEX的 受體少了 這方面可以用來對病人去解釋 你如果受精失敗是甚麼原因